都想着让国家好 但是呢 我们的如何让国家好 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路径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目的都想让国家好 所以说 他是对手 而不是国家的敌 而不是敌 你不能说又把他给杀光了 又把他给杀了 那跟中国的独裁国家 能有啥区别 大家好 各位共产党的 党的铜墙铁壁 我没想到我的观众中 这么多人在中国大陆 所以要跟你们真的要问好 还有海外的观众 大家好 欢迎大家拥有了自由 海外的观众 我先汇报一下川普的情况 川普呢 今天早上我一起来看一看 川普这个病情不是很严重 他是无症状感染者 他只是检测出病毒 检测出病毒 但他还没有说 说躺在床上不行了 说走不动路了 或者挂呼吸机了 那基本上一般老年人挂呼吸机 基本就挂了 基本就完了 基本就完了 但他还没有 他是无症状感染 他可能 可能他会治愈了 可能会 很大可能了 但如果发病的话 那就很危险 如果有症状 发烧 吐 那川普 因为他川普毕竟年纪也比较大了嘛 他已经七十几岁了 即使他是总统 那他也是个人了 而且他年龄也摆在这 所以我现在一看 他是无症状了 问题不大 所以各位放心 问题不大 现在这个 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啊 可能有一个人 之前有一个人跟我留言 包括我在网上查 我发现有人是利用这个病毒 为什么 我仔细反思了一下 美国许多的政府官员 不光是各个州啊 包括各级政府吧 他真的是有一种动力 什么的 通过这个病毒 把老年人给干掉 他真的是有这个动力的 因为政府 各级政府 美国各级政府 财政资资 其中很多的钱 是花在什么呢 养脑上 医疗保险 不不 就医疗 因为美国的医疗巨贵 美国 他投入也是很大的 政府投入 政府对这些老年人的资金投入啊 很大的 结果呢 政府 他就各级政府嘛 他可能一想 这病毒正好就是干老年人的 那就让你们这些拿退休金的 不要拿的呗 退休金应该要发给你多少钱啊 他可能真的拿这个 利用这个病毒去 杀害这些老年人 或者说有这个趋势 有这个动力 包括在第三世界的许多疾病了 你仔细想想 你再往后面想都不敢想 这个世界实际上是 很黑暗啊 实际上是很黑暗啊 包括中国 我认为中国政府更有 他更有这个动力 因为老年人 你老年人是个富的 老年人在任何国家都是负担 即使是 在独裁国家更是 因为独裁国家 至少你 许多老年人 你是家庭的负担 你是社会的负担 你是政府的负担 党的负担 因为你退休的嘛 党还要给你 给你发退休金呢 我操 正好你得病死掉拉脑 哎呀 我就不敢想了 我这么一说的话 这个话题往后去 不敢想 有点害怕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害怕 搞得我 搞得我昨天嘛 我到那个抗议现场嘛 那抗议现场几百号人 我看 都有点 心里面都有点慌我 幸亏我跟他们保持距离一样 幸亏 我说总统这安保级别这么高 都染病了 看来共匪还是有手段 还是有手段 我今天说一个特大新闻 又是特大新闻 奥巴马 前总统奥巴马的一个雇员 就前的雇员 就以前的雇员 他叫 就这个人 是一个女的 大概是黑白混血吧 他不是纯黑人 他还是很白的 比较白的 他呢 在推文上面 就在一个小时前 留言说什么呢 说我希望他死 I hope he dies 就是他是谁呢 川普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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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人 这什么价值观 Zara这个人是什么呢 这个女的 她是 她是奥巴马 她是奥巴马的前雇员 同时也是克林顿 希拉里克林顿 2016年竞选团队的 这个发言人 发言人之一啊 哎呦 这家伙 心太坏了 这家伙心真的是太坏了 你这是什么价值观 你这美国这么美好的国家 你从小培养你 不叫从小培养你 这不是国家培养你 而是说你在这个美好的国家生活 而且你呢 又进入了这种政府 至少曾经也为总统做事情嘛 肯定不是美国底层的 肯定不是的 就这样 你这什么价值观 你竟然期望别人死 你跟那中国的五毛 没什么区别 我现在想象就真的吗 我现在我越看着人了 我看着人那么 不要说什么人种了 这地球人全一样 我越看我就跟林安斯说什么 I hope he dies 你看看 你看看这人 当然了 当然他肯定是支持民主党了他 但民主党的两个候选人不是叫拜登和那个叫 卡拉玛那个人吗 他们呢在今天也发表了一些推文了也说呢 希望川普总统和他的家庭尽快康复过来就是 毕竟保命嘛希望给他们祝福祈祷他们的这一代强大玛鱼 也算是在国家政治中 保持了一种叫做 基本的体面 因为呢我认为一个民主的国家一个文明的国家 你包括美国的建国啊建国之父他也有选举他们也会互相骂嘛互相批评 其中有一位叫做第三任总统吧 叫杰肥勋吧好像 他后来当完总统之后他就没有在 选举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他跟那个竞争对手啊 吵架 他认为 因为竞选肯定是互相泼脏水 他认为太不绅士了 你知道 因为当时的 美国的建国之父啊他们还是 有很多这种贵族的气质 就不可能像不可能像那么泼妇或者流氓一样 指着鼻子骂了那是绝对干不出来了他还是有这种贵族的 体面 当时呢 我记得这建国之父吧其中有一个人就自动退出 说我这个选就选举中不能老老什么 简直真的就感觉就要骂爹骂娘那就这种感觉啊 你看这 这有风度啊这女的 对吧这个zara 直接推特上面说希望人家死 这就叫什么呢合法 而不道德 明白 他的行为是合法的但是他不道德 你说川普他再坏 他不是犯罪分子吧 啊 他不是罪犯吗 至少现在不是 他不是反人类罪行吧他不是希特勒吧 他再坏他不是希特勒 他不是墨手泥泥 他不是动调音机他不是毛泽东 至少他不是吧 就你要说 希特勒你赶快找死找好那我觉得你说的还是蛮对的 但川普你他不是希特勒 你看看公开的在推特上面发表 没办法 我说民主国家我现在看看 美国的民主啊 不叫美国的民主 就是美国整个的人呢我发现 数字越来越差 你就从选举中 你就能看出来你包括的演讲就是包括不叫演讲就是那个叫辩论 都不行 他完全就没有那种 呃 不叫做不叫声势的风都吧 他就完全不尊重规则 你知道吧 这这两人基本就是吵架了 他他根本就没有说主持人哪尊重什么主持人哪 主持人不像主持人 辩论了他不像辩论了 他他就是吵架 你想想这是一个国家的总统 总统辩论了 这是一个 民主国家已经200多年的一个国家 200多年民主国家他怎么变成这样呢 实际上你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另外 这两个人去选总统 这两个人呢我看都不尊重了那个主持人 为什么 你哪怕就是 你不要说大学生嘛就是高中生 美国肯定是高中生肯定都有辩论了 你最基本的 你应该是遵守规则吧 因为民主制度首先就是遵守规则 愿赌服输 就是 尊重规则而且要尊重对手 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度知道 对手不是你的敌人不是说你要把他杀掉了不是 对手是什么对手是说我们的共同理想都想着让国家好 但是呢 我们的 如何让国家好 是 不一样的 我们的路径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目的都想让国家好 所以说 他是对手 而不是国家的敌人 而不是敌人 你不能说要把他给杀光了 要把他给杀了 那他妈跟中国的独裁国家能有啥区别 那跟习近平 把那个薄熙来直接抓起来扔进大牢能有什么区别 所以说美国 第一个是美国先赋啊他们建立这种 强大的 国家权力 制衡的这个制度啊包括民主制度啊 他的伟大 如果说美国真的说像中国那种啊我看啊我看也完美国人民基本也完美国的国家政治也也完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估计啊拜登可能 实际上人性都差不多 拜登可能一想 直接政变嘛 那也不需要选举了直接政变把川普正好现在也生病了直接抓起来 政变宣布我是总统 如果没有美国没有民主制度啊 如果川普了川普一想你还跟我选 选个屁啊抓起来 那我就是我就是总统你还跟我选不选 或者像普京一样随便找一个木偶玩一下 正是因为美国的民主制度 就是说他这种先进的制度的伟大 他限制了什么人性的恶 限制了权力的 罪恶 权力的做恶 就所谓叫做 abuse of power 就是 权力的滥用 正是因为美国这个制度包括台湾也是的 因为在这种制度之下你看韩国跟朝鲜也是 这种制度之下限制你说韩国总统他现在是想杀谁杀谁吗 他肯定做不到 他不可能 金三棒就是想杀谁杀谁 朝鲜进来想把谁干掉干掉 所以大家 你通过这个你也能去反思啊 我说过人性实际上是差不多了 但是制度 差异是巨大的 所以在不同的制度之下 人性 这个 就是说表达 还是说表现出来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因为那条件不一样了 对不对 我如果川普的话或者说拜登 到中国当习近平那个位置 他们跟习近平干的也一样 你不要你不要认为他们跟习近平 说干的不行说他们就要实现民主 哪有哪个独裁者 说我我我要当独裁者的目的就要实现民主 那么神经兵骂你啊 全中全世界这么就这一国家的人就你一人说了算是多么爽 我靠 你想想人性本恶 所以所以说 更加能反映出什么美国确立的民主制度作为他国家的 就是这种根本的制度啊 他是多么的伟大 就是说你这你这政客啊你再怎么搞 你都得选举 你当总统你都得选举你再怎么弄 对不对 你州长啊你包括许多东西都都得选 他是多么的重要 好了 最后 我的观众如果你加入我的会员的话吧 如果你加入我的会员包括订阅我的话 好感谢你们 Thank you Bye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